我希望把刚刚的这一连串的所有动作 以后都不用再做一遍了 也就是说我如果前面的查询名单更新了 我接下来我只要按下这个按钮 他就自动帮我再把这些清单再把它倒过来 另外再配有一个清除功能 这样就OK了 所以以后老板又给我新资料了 我就把新资料贴到前面 然后再把它按个按钮 然后结果又出来了 然后就清除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你要完成什么 这两个按钮的话的方法 OK所以这两个按钮怎么做出来的呢 当然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可以自己写程式 你就自己写VBA 但是如果你的功力还不到那里的话 还有个方法 你不用写程式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 如果我后来发现 现在大部分人还是对于录制聚集 还是需求蛮大的 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不太会写程式 因为虽然我们看到未来 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应该会慢慢会写程式 只是说演变的还不会这么快 就像我想起大概二十几年前 那个网路刚新起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公司一直在犹豫说 到底要不要上网 因为他怕什么资安问题 怕骇客怕什么 可是问题是那些公司 如果你犹豫了 然后你没有上网 没有把你的东西po在网路上 那些公司基本上 已经可能不存在了 为什么 因为你跟不上时代潮流 所以有很多东西 你还是要先想想看 现在需要 那你就要赶快跟上 不要等到 所以我在预估 二十年之后 可能这个东西 慢慢会变得很 好像连小学生都会 可不可能 我觉得还是有 因为二十年前 光个网页写一页 网页都要五千块 可是现在连小学生都会做网页了吧 OK 像以前 我记得我很早以前开的课 沃的文书处理 其实想说 老师现在沃的谁还会学 对不对 沃的实在太简单 还要学吗 可是问题 你二十年前 是不一样的 就跟这个东西一样 你二十年后 这边大家都会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不写程式 我要用录制剧集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录制剧集的方法 第一个 一样要做彩排 那彩排 我先大概跟各位讲 录制前 一 你先录制前 一我先把游标放在这里 那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把资料里面的筛选 先取消 那里面的公司要不要删掉 不用删掉 其实呢 它不会影响录制剧集 所以特别注意 录制剧集的时候 最好是公司都已经存在 你只要什么 把它打勾就可以 打勾意思说 把这个公式 录到我的程式里面就好了 OK 这个是一个诀窍 所以我们大概把 那个动作做一遍 将来因为游标 我们的按钮在这里 所以记得 你一定要从这边出发 你不能直接就切过去 因为我们切换的这个动作 也要录 录那一行 如果没有那一行的话 它就不会切过去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将来游标就放在这边 任何 我建议除了A1以外的其他储存隔 然后先1 游标切到查询名单 2 游标再放在B2 我建议 游标现在已经在B2 这就NG了 所以建议你先放旁边 2游标放在B2 那它会帮你录什么 Range B2 Destellet 然后再怎么样 上面打个勾 打勾之后的话 相机要填满 这样就完成 就是查那个0跟1 再来的话 就是什么 筛选部分 游标放在B1 然后筛选 这个打勾 按确定 然后游标再放在A2 做什么呢 把这边选起来 Ctrl-Shift向下 Ctrl-C Ctrl-V贴上 OK